bnrness Medina, kinab 今天我們香港培聖會就很榮幸 邀請到聖晨商業院長林祖明神父 跟我们做个访问 南神父先多谢你 多谢你来这里 因为今次我们主要 希望可以访问那些神父 分享他们在圣朝方面 和他做了神父之后的喜悦 我也借这个时间 希望你都跟大家 讲一下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感受 其实 首先要多谢天主 多谢天主能够 在人群当中 召叫我 成为了神父 为自己来说 就是做神父的意念 在当我参加了圣母军之后 就开始了 圣母军可以说是一个 很严格的组织 但他里面也有一个 可以说是很欣赏的精神 就是一个祈祷精神 和一个服务的精神 在这个精神分图里面 我会想 我将来 我怎样可以奉献一生呢 天主对自己 可以说 很好 自己的成长 自己所得到的东西 自己觉得 我生活在这个世上 或者甚至在香港 成为一个教友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我觉得也不简单 那时候我也是 我估计是十七八岁 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可能很年轻的 思考这个问题 自己的生命不是偶然的 自己的生命不是偶然的 我怎样能够将这个 不是偶然的生命 好好地活出来呢 那开始想 究竟好像普通人那样 毕业 跟着工作 跟着家庭 都好的 都好的 但又觉得 是不是只是这样呢 所以开始想 会不会有做到一种 奉献生活 正如所说 圣武军 亦都给了自己 一个很大的 一个 我说是 一个支持 在这方面 所以 在自己毕业之后 开始去探求 曾经参加过 圣神修院 这里 那个圣照营 那时候圣照营 我看到 也有十几二十个青年人 一起去探讨圣照 年纪和我差不多 那么大 会发现 有很多古墓 其实是福尚 今天还在 那时候大家都年轻 体会到 原来 找尋圣照 这个路程 里面的时候 原来自己不是孤独 都有一些青年人 都一起去到 就像自己一样的 去探求 所以都给了自己一个古墓 当然不是 那十几二十个青年 都走这条路 有些去结婚 有些去 在社会里面工作 为自己 天主选了自己 继继续行这条圣照的道路 大约是应该1976年左右 进入修院 这里接受培育 那时候 很热闹的 有三十几十个收生的 不少的 住在哪里呢 住在那边 新楼两层 很热闹的 大家都差不多 当时自己是师弟 最小的一哥 看到那些师兄 有时当他们谈及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圣照的时候 自己都觉得 好有一份的 向往 所以会看到 就是为自己来说 开始这个圣照的观念 真是来自反显自己生命的价值 还有都 欣赏天主给自己 在这个生命中的大领 就说 怎样能够报答他呢 所以就选了这个 你说我选就好 你说我回应 天主的这一份爱的时候 就参与了这个 神父的行列 再补充少少 刚才就讲了 在圣照方面的一个回应 都真的做了神父了 我知道 当然现在你是修院的院长 但是前期你都做过 唐区牧民的工作 等等的过程 有哪方面 你是觉得神父这个身份 是带来给你的喜悦呢 我估计 我想应该是三十年前了 自己是八三年生神父 其实那时候 你可以说都是教区里面的一个最年轻的神父 应该是 对着人 对着有麦 有时都不知怎样说话 你说准备道理 真是准备得很辛苦的 主日道理 要一只字一字地写下 写下完之后 就在广道台上 就读出来的了 你可以说 在这一方面 自己都体会到天主 虽然给我这个召唤 但是 他都给了我一些 你看到自己一些 叫做什么呢 限制 这些限制 会体会到要跨越 他没有给我一些 例如 聪明 或者是很高的能力 没有的 为自己都是很平 或者是很平凡的一个人 可以说这么说 就是因为做了神父之后 有机会 不是有机会说话 这么简单 而是体会到 一直慢慢去到生活的目击的时候 自己的这个人 生命是丰富的 那个人格的成长 慢慢慢慢趋向 更加圆满 当然现在不未圆满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看回那几十年 发现 原来以前 好像小朋友似的 现在 都成熟一点 看到自己的一个 这样的长大 这个长大 真的是 就因为是 参与了这个 神父的行列 教会都给不同的机会 堂区都有不同的机会 在自己学习 可以说 这一个 为自己看回转头 是一个 值得 高兴的地方 是一个 看着 林神父 作为神父的那份喜悦 成长 我想很多年青人 都 希望 藉着这个 天主的召叫 回应 可以加入这个行列 最后我想问一下 林神父 如果现在有年青人 想问你 借着你的经验 过去这么多年 做神父 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 如何去准备好自己 而回应天主的召叫 是最好呢 你有什么忠告 或者有什么意见 提示一下 年青人呢 今天好似 很多人会觉得 今天年青人 就没有个根 很多时候被一些物质 被社会 带着 去走 去到 好像没有了方向 或者是 很享乐 或者是 很自我 好像 这也是 普遍的现象 但又体会到 原来 不是每个青年 是这样的 今年二月 我们举办了一个 姓赵营 也不简单 我们也有 14位的青年人 参加 虽然他们 有不同的 情况 或者阶段 但是14个 你说 他们是怎样的呢 在这个 那么充满 享乐 物质的社会里面 他们能够 报名 回应 可以说天主 都在这个 青年人群中 天主的声音 是没有 没有减弱的 虽然不多 但是都不少 当然 我们就 做教会的 是需要 如何去到 辨认这一帮人 去找到这帮人 和陪同他们 一起成长 这一帮人 我们今天教区 需要建立 一个圣赵文化 这个文化就是 我们不妨多谈圣赵 多谈这些 就是献身生活 不是一种的逃避 也不是一种的 我做不到这个职业 所以我做神父啦 或者是贼一等的 或者有人做神父 好像做错了什么 他的家庭 父母做错了什么 又要做神父 你这个儿子 好惨 这种观念 其实 可能过去 有些人有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 圣赵文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体会到 一样东西就是 不怕在谈 不怕去到谈 甚至是 去帮一些有圣赵的人 这一份 我觉得是 为今天教区 是需要建立的 所以要看回今天青年人 所以说 不是没有一个 对生命的负责 会有的 会有的 对社会上的承担 都会有的 或者是对天出份的爱 都有的 不过又相信 就是我们怎样能够 好好地跟他们一起走 所以都希望青年人 能够好好珍惜 他们自己的生命 珍惜他们自己的信仰 好好地在 祈祷生活里面 生活 相信一个好的 祈祷生活 是能够帮助他自己辨认自己生命的方向 无论是 结婚生活也好 独生生活也好 或者是奉献生活也好 还有青年人 我觉得就是 多一些做服务也好 除了祈祷 灵修方面 多一些服务 多一些去到想 不只是自己 去想别人 你都想一下 今天社会需要自己的什么 或者是教会需要自己的什么 可能去到回应这个 时代 这个大时代 那份是需要的 都希望我们青年人能够 体会这一点 今天非常之多谢 林祖明神父抽时间 和我们分享他的圣照 他做神父的喜悦 也都给了很好的建议 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如何回应天主的召叫 再次多谢农院长 多谢你的时间